那因為我們有全國徵選有進200組樂團 那我們經過了一整個月的篩選 選出了最後10組可以參加今年賽的音樂節演出的徵選樂團 那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徵選的方向 我們今天的徵選方向呢 除了要年輕 然後最近有在動 然後有新的作品 然後曲風也要偏重 也要多元化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選出了10組 那現在準備一組一組來 第一組是 因為現在有直播 所以就是對著直播跟大家講 第一組是烏鴉航班 好 掌聲鼓勵 這是我們入選10強的第一組名單 第二組叫做順轉未來 然後第三組叫做衝擊人生 第四組叫做Despression 第五組是台北的One Way Stream 然後第六組呢 是在電子音樂上非常有遭遇的李化兄弟 然後第七組是來自台中的The Next Morning 第八組是非常有名的桑吉爾夫 第九組是來自香港的Soul of Ears 然後第十組也是來自台北的The Gates 現在總共十組 那也希望大家11月26號 27號兩天 能夠來到大台中 然後好好享受一下 截然不同的搖滾曲風跟搖滾類型 這有別於像台中跟台北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音樂技 這個音樂技基本上音樂類型比較偏重心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樣的音樂文化 這樣的音樂盛世能夠一年一年繼續做下去 活動規模越來越大 謝謝大家 那在這個時候呢 謝謝請幫我們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十大爭選出來的樂團 他們特別的地方 烏鴨航班基本上現在目前曲風是屬於比較全面的 那作品又非常新穎 那在曲風編制上面也非常的棒 那順長會來提過他們的作品 現在非常的有活力 是屬於新生代很重要的一個樂團 那衝擊人生是來自於台中 那目前都是以學生來組的 以學生的造音來講的話 現在是非常有Sense的 那Discretion 還有One Way Street 都是在台北非常小有靈氣的樂團 作品也非常的棒 那李化兄弟呢 其實常出現在各大的夜店跟Pub 他們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多元 那也是我們看到名單就毫不猶豫 就希望先讓他們進來了 那The Next Morning 是台中 現在新生代也是情之有年的樂手 重新組合了一個新的樂團 商吉爾夫是最近蠻大型音樂機 都有在跑的一個新生代樂團 那Soul of Year是蠻讓人驚豔 因為它來自於香港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全新 然後全新的曲風跟全新的創作類型的 一種全新型態的樂團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它拉進來了 那這The Next Morning 是走比較復古一點的搖滾 那我們聽了非常多的音樂類型之後 發現這一組樂團非常的讓人耳目一新 所以這十組的曲風大概是這樣子 聽完這樣的介紹 相信這一次的演出陣容精采可期 也請大家再次掌聲恭喜 以上十組入選十項的演出品單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麼在最後的時刻 我們要再次邀請所有的貴賓朋友 包括我們的局長 還有董事長樂團 以及我們台中在地的樂團朋友們